從零開始學烘焙 大家好 我是預宣食品的Alpha 今天我們來帶大家認識烘焙類的九大類食材 話不多說 就讓Alpha來帶大家認識一下 那首先我們先帶大家認識最基本的麵粉類 麵粉的話有分高筋 中筋 低筋 還有全麥麵粉 它可以做出像是麵包 吐司 饅頭 餅乾 歐式麵包等等 那高中低筋麵粉要選哪一種 就是依照你想要做的麵包去做選購就可以喔 再來帶大家認識的是糖類 糖出了本身的香甜外 它也有膨脹 保持食材水分 延遲成品老化的功能 可以讓麵團綿密有光澤 糖的種類有非常多種 有黑糖 冰糖 細砂糖 台澡糖等等 都有各種不同的特性 關烘焙行 看到冷凍櫃裡面 零零種種的奶油跟鮮奶油 烘焙新手真的分不太清楚差別 今天就帶大家認識 奶油跟鮮奶油的差異點 像無鹽有鹽奶油 它是動物性油脂 做烘焙的時候是最常使用到的食材之一 那如果配方中的奶油需要用的量比較多的話 通常會建議使用無鹽奶油 比較不會影響成品的口感 植物性鮮奶油 它是由植物油氫化而成 容易打發硬度高 適合作為蛋糕 抹麵 裝飾等用途 動物性鮮奶油 它是由新鮮的牛奶萃取而來 比較天然 奶香味濃 很適合用來做一些 有加入起司的糕點 品嘗起來才會有靈魂的味道 那常見的起司有 奶油乳酪 最適合用來做甜點的乳酪 馬斯卡彭起司 意大利的經典甜點 提拉米斯的主要原料 魔佐拉起司 很適合搭配番茄、羅勒 可以做出意大利經典的三色沙拉 還有一個是 阿爾法最愛的起司 切打起司 切打起司原產於英國 就是漢堡裡面常加的起司片 鹹度高 起司味濃厚 非常適合加在漢堡 或者是三明治裡面 那像阿爾法 每天早餐 不管是吃漢堡 不管是吃蛋餅 我都一定要加一片起司片 才能夠滿足我的味蕾 再來帶大家認識做烘焙 非常重要的一環 酵母類 當酵母投進麵團裡 會產生發酵作用 可以讓麵團鬆口 而發酵的過程 也因為有了化學反應 所以會讓麵包產生獨特的香氣 那酵母的話有分 濕性酵母 乾性酵母 素發酵母 天然酵母 種類真的蠻多的 每種酵母的保存方式 也都不相同 就看大家的需求偏好是哪一種 再下去做選購 輕盈納甲 盧瑟法 皮美鈣斯 肺炎 下一步就是碳酸氫納 俗稱的小蘇打粉 它是鹼性的物質 當酸鹼中和時 經過加熱會產生二氧化碳 讓成品膨脹 小蘇打粉一般都會使用在 酸性的麵糰當中 想要有個好心情 就要吃顆 巧克力 可可粉是巧克力豆 去除可可籽之後 研磨而成的粉 適合加入糕點中使用 巧克力塊有分 調溫型以及 非調溫型 調溫型巧克力有豐富的可可籽 要注意加熱溫度 才會有光澤 非調溫型巧克力 加熱比較簡單 但要注意加熱的時候 溫度不能超過50度 也不能煮太久 不然會導致巧克力塊 油脂分離而失去光澤 再來這些是 烘焙料理中常用的 氧酒 甜點中的酒類 可以增加成品中的香氣層次 並去除蛋腥味 以及過重的奶味 蘭姆酒真的很常見 原料是甘蔗 口感微甜 很適合加入糕點中 白蘭蒂原料是葡萄 由葡萄酒蒸有後再發酵而成 適合加入以水果為基底的甜點當中 像是蘋果派 櫻桃塔等等 再來是 均度橙酒 很多甜點也會加這一款 使用成品 釀造的酒 味道非常的香醇 咖啡酒 則適合提拉米蘇使用 會更有香氣喔 像核桃 葡萄 杏仁等 堅果類 購買的時候要注意保存期限 買回家之後 記得要放在冷藏保存 其中 杏仁在西點中的使用機率蠻高的 有濃厚的堅果香 很適合添加在糕點中 以上這些就是烘焙的基本材料 認識之後就可以開始 手作烘焙喔 那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臉書 IG 按讚追蹤 各位 那我是Alpha 我們下次見